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中国大陆的提问 不少大家也关心 比如说其中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个会出现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吗 什么叫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那也就表示说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化 全球化 或者是将来我们会面临到一个全球新冠化 贸易 然后投资 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流通 还有国际分工 也就是产业链 我们刚刚提到会友 应该至少美国 欧洲 日本 已经开始有政策出来说 要把一些在中国大陆的头场 希望能回到美国 回到日本 回到欧洲 关键性的 战略性的 医疗的 至少这三个层面 那什么叫关键性 就对这个国家而言 它的发展的这个重要关系 通常大概比较是科技面 那因此呢 这个其实在新冠之前就已经这样子 那新冠之后只是更加深了这些国家的决心 这个会重组 这个重组就有一点去中国化 产业链 产业链就会重组 对 产业链会重组 那因此呢 这个重组 当然它不是全面性 因为 举例而言 这个手机壳 不太可能跑到美国去做 因为美国的工资太高了 日本的工资太高了 它可能会到越南 但这里面很多群聚效应 或者是这个产业链的这种 中向下游的这种关系的效应 所以不是产业链的重组 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并不是 但是呢 它会有这样子 因此多少会有这样子一种 就是 如果你一定要用去中国化这个 这个话语来形容的话 会有的 会有的 新冠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对于中国 这个武汉地区发生的这样子一种 产生全球的冲击 毕竟产生很多家庭 个人的不方便 甚至这种生殖之间的隔离 那因此呢 会有那种情绪 反中的情绪 现在在美国 是前所未有的高 美国的民调 66%的美国人 对于中国大陆 已经抱有负面的态度 这个是在新冠去年的年底 大概是50%不到 现在已经将近三分之二 但也不排除 这个其实也跟 这个川普跟共和党的策略有关 所以这种所谓全球化去中国 全球化去中国化 在各国的经济主权的发展 以及民间的这种情绪民粹上 其实是有在这个势头上 这个发展 但是它面临到实际的这些问题 实际问题因为 它显得到就是民间企业的 重新的布局 那这个美国跟日本提出来 甚至都是几千亿美金的 就是说协助 你所有的这些厂商 你回来我美国 我帮你包了一切 但是问题是 有几个厂商这么做 你看到我们台湾这一次 回到台湾重新投资 从去年就台商回流 目前说是说有超过几千亿 但到目前为止 实际落地的其实并不多 OK 而且那是因为我刚刚讲的 在美中科技战之间 厂商要懂得两边布局 回到台湾来重新 这个投资设厂 其实是针对美国市场 也就是它过去 在中国大陆市场 是面对 既面对美国 也面对亚洲 也面对中国市场 但是呢 现在你要面对美国市场 你不可能made in China 你必须要重新布局 这个布局你不是说 你到越南去 就可以找得到有人 去懂得科技这么多的员工 也许泰国这些地方 这个员工还OK 但是你到一些地方 你不见得 反而是台湾这边 所以说不定 因此会碰到 就是这些产业链的重新布局 会有一些新的 一波的冲击 那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事实上在进行当中 只不过是 它会到怎么样的层次 会到怎么样的这种面貌 目前我觉得还很难去判断 因为我们现场也有 年轻的朋友 有没有现场年轻朋友 要提问的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 防疫跟前阵子的 就是前阵子的防恐 其实它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我会好奇的一个点是 我们知道反恐的时候 其实全球是以 美国为主要的领导者 那在这次的防疫中 我们其实好像没有办法 看到一个很明确的领导者 在领导着全球 去做这个动作 那这是不是代表着 其实现在世界上 并没有一个强权 就是如此大的强权 可以去主导这个事件 来我们请安老师 我是觉得在后新冠的防疫 会超越反恐 2001年的时候 911事件之前 我们在做国际旅游的时候 哪有机场这么严格的安检 必须要举手脱皮带脱鞋子 但是现在在各个国家的 机场的安检 已经是习以为常 如果一个机场没有安检 你反而会紧张 对不对 因此它会变成一种 就是国际交流旅游的 一个新的常态 不管疫苗什么时候出来 也不管疫苗是怎么样的有效 因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 像这样的新冠 对全球造成这样的一个大的冲击 虽然其实你就实际上 这个传染的数字 跟死亡的数字 它其实就是说 在各个国家是有差异的 但是呢 也的的确确 它就基本上会是一个新的 这种国际防疫的新常态会出现 而你讲的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防疫新常态 对 最关键就是 美国在这一次 一开始就没有扮演一个国际领导的角色 我讲一开始就是从1月23号武汉封城开始到2月 基本上其实川普都一直站在是一个旁观 甚至有一点这种冷嘲热讽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势 而完全不认为对美国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进入到3月开始在美国大扩散的时候呢 有完全的转向 就是说就是自己内部处理的这种政策上的不一致 甚至开始针对中国做这些政治动机的这个问责 那更一看的是 这个时候 国际之间虽然缺乏主导的大国 但是国际组织 国际机制 我们人类 社会国际社会在二次弹结束之后 通过联合国建立这么多的国际机制 这么多的国际合作的计划 在这一次也没有够机会 应该有了 但被川普打下去了 就是WHO 他也许不要 不一定要有那种绝对强权的主导 大哥的主导 但是他可以有一个平台 有个机制 来去做这种 就是各个层面的这种领导跟就是说处理 大家群策群力 可是呢 现在因为川普对于WHO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3月23号的时候 联合国秘书长 曾经发表一个声明说 现在发生大这个流行 各个国家的内战交战团体 是不是放下枪械 暂时停火 就很快一个礼拜 12个国家的这些叛乱交战团体 武装团体呼应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 因为他毕竟知道 任何这种国家内部的战争的这种交战 是需要大国的支持的 因为需要这五大国家的支持 所以法国呢就开始 通过一个 朝宁一个决议案 就决议说 防疫期间 请大家 请各国的交战团体 放下这个枪械 然后停火 暂时停火 然后进行谈判 但这个决议案里面 因为提到WHO 美国反对 最后联合国安理会 你一个决议案 根本提不出来 所以大国 美国连这样子的一个 停火决议的呼吁里面 都不准提到WHO这个字眼 中国当然希望提到WHO了 既然你反对 那我当然提到 所以都没有决议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议文出来 这个决议文也没什么 太大的拘束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案例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过程当中 美国真的很可惜 失去一个表现领导的机会 但是呢 也同时把一个国际的机制 在这个机会 作为一个主导的这个角色呢 把它给压抑下去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遗憾 然后老师提问 他说身为新闻局 前新闻局发言人的您 其实您刚才也大概提到 对未来就是 全球新冠化对于未来的影响 的五大游律当中 他提到的一个部分 因为疫情 所以政府大量用科技化 用科技数据去掌握疫情 疫情就算过去之后 政府的扩权 是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 政府如果不知节制的话 我们人民是不是应该要去 忧心这样的事情 怎么去看 你怎么去看 政府的继续扩权的这个问题 有个案例 昨天的报纸登出来 大家进百货公司的时候 现在都不是两耳温的 对不对 对 或者是额头的温度 而是有那个摄影机 可以看到你那个 像我们从机场进来一样 看你的温度 但是昨天的报纸出来了 那个画面 居然显现的是 可以看到你里面的衣服 甚至那个内衣的皱褶 有乘客 有那个客户上去反应 然后客服人说 有人也有这样反应 那他们会处理 第二天他再去看的时候 发觉到 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拿走了 但是里面还是在看 这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也就是对于疫情的防疫 跟个人的隐私 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还是要一个一个去量耳温 矿日费时 新的科技出来了 它掌握到了你的脸 掌握到你的资讯 掌握到你过去去哪里 也掌握到你内衣穿什么 你就算再怎么反应 它还是需要 因为它是防疫 它是安全 高举防疫大旗 它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必要的防疫的措施 我记得25年前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讨论在美国的 英国的一个都市 叫曼彻斯特的广场上 加装那个监视器 曼彻斯特在那个时候 是英国犯罪率最高的都市 它在城市的广场上 加装那个24小时的监看的 那个监视器 引起美国这边 就CNN的报道 课堂上的讨论 很清楚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 美国人是很反对 我们亚洲人觉得 为安全嘛 对不对 你现在哪一个都市 哪个地方 没有24小时监督 监测的这个摄影机 虽然它可能看不到 你的内衣了 但是呢 你现在看到 防疫来的东西 代表了什么意思 所以我昨天看到 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我很嫁异 那我觉得 这位让我回复到 就是那个时候讨论到 曼彻斯特 可是 似乎 这个是 挡不了的趋势 举列人 你知道 韩国是怎么防疫的 韩国两个防疫的重点 第一个 全面性的检测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第二个防疫 科技防疫 其实中国大陆这也做得很好 日本很多的这个媒体都有报道 什么意思呢 所有确诊病患 你过去的足迹 你去过哪些地方 你到哪里过 你在这栋大楼里面 它没有姓名了 它也不会告诉你在几楼几楼 这栋大楼里面有一个确诊病患 然后呢 它去过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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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个手机的APP上面 一点就出来 特别在杭州 有这样子的一种就是APP出来 在整个就是首尔 然后呢 大秋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APP 也就是说 你都知道你这些病患 那因为它讯息透明 所以一方面 韩国这一次的这个人民 对于政府的防疫的措施 其实是很配合 这个配合也取决于 也就是资讯的透明化 资讯的透明化 这是好事情 对于政府的权力的行使 来自于我对于你的 这些行使权力的资讯的透明化 但是这个资讯的透明化 会不会影响到 个人的一些隐私跟权限 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的论坛 进到这儿告一段落 亚洲市集的崛起 我们从一个肯定剧 到现在我们看到了 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从老师一开始的演讲 谈到戴上口罩的 全球化的五大危机 其中我们最后 从经济的产业的结构的改变 到最后我们谈到 人权的这个影响 我想隐私权这部分 这可能会不亚于经济 造成的冲击 引起的改变 会更结构性的改变 不乐见 但是可能要更多的全民意识 才能让这事情 能够不往坏的方向发展 非常谢谢杨老师 也谢谢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 大家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谢谢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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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